嗨大家我是巧玉 相信你应该是对整理有兴趣 或是喜欢整理物品才会点进今天这部影片 整理完成之后的物品有许多的处理方式 今天我会跟你分享 为什么你不应该拍卖掉你整理后所舍弃的东西 最近几年我不断的整理 我放弃了超过60%以上的持有物 现在的生活处于在一个慢慢优化的状态 关于过去被我舍弃的物品 其实很少会选择上网拍卖的形式处理掉 如果你现在整理出一大堆的东西 正在犹豫要怎么处理 今天这部影片可以提供你一点点的建议 直接舍弃物品不管是丢掉或是捐赠 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有一点可惜或是浪费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要把它们上网拍卖掉 我们目前没有在使用或是不想再用的东西 在网络上面你可以替你的物品找到新的卖家 新的主人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为什么转售 并不是你整理后的最佳选择 原因有五个 第一个呢是你的钱早就已经不见了 没有错在你很久以前就已经把你的钱花在这些物品上面了 所以你的钱早就已经不见了 你可能会认为我在这个物品上面花费了很多金钱 所以我现在想要从中获得一些回报 在这里跟你分享我以前的故事 以前的我呢喜欢买一些韩版的牛仔裤 但是买了之后没有马上立刻穿 等到我明白物品就是要使用它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而不是放在衣柜里面自己欣赏 等我想通之后已经穿不下了 版型也过时 上网拍卖呢也变得不好卖 所以我决定把全新的牛仔裤直接拿到就衣回收箱回收 把衣服丢进去的当下我也觉得很浪费很痛 我把它当做是一个教训 这件事情教会我 以后购物之前呢都要冷静思考一下 东西也要在你买回来最喜欢它的时候尽情的享受跟使用它 第二个原因时间就是金钱 过去的我也曾经尝试在网路上面卖东西 因为实际尝试过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少这么做 首先你必须替你的物品拍照修图上传 再把这些东西分类上架 整理这个物品的相关资料 说明一下它的品牌还有使用状况等等 接着就会有人问你说可不可以降价 在对话的当中呢 又会有人问你物品的状态是不是为全新的 即使这些资讯你都已经公布在物品的相关资讯栏里面 还是会有人询问你相关的问题 或是问你有没有穿搭的照片 或是更细部的资料 好不容易决定最终的买家 你把物品打包拿去邮寄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吗 顺利的话可能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但是你拍卖一件你已经不穿的上衣 可能才赚两三百块 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 时间成本绝对是超过每个小时100元 就连现在的基本工资都已经168元了 我们的时间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效益 更有价值的事情 像是陪伴家人运动散步 就算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帮你赚到钱 但是我们都知道金钱并不是我们人生的一切 陪伴亲友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身体健康也是无价的宝藏 第三个原因你可以去帮助他人改善生活 其实我们已经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把自己用不到的东西捐赠给那些 还没有能力获得他们却又需要的人 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之前我有买过宠物的运输笼 但是自从我离职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 他使用的频率就变得非常的低 我家的狗狗也不喜欢待在里面 进去以后就会一直哭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运输笼捐给 Merry's Doggy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长时间都在帮助台湾的流浪狗 找到适合的家庭 与其把运输笼一直堆放在我家都不去使用 不如捐赠给需要的单位让狗狗们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请不要排斥捐赠这件事情 当你愿意给出你所拥有的 也代表你已经具备所需要的一切 因为你拥有的已经很多 所以你愿意给予出去 因此当你想要拥有的时候 也可以从现在开始练习给予或是帮助他人 第四个原因 上网拍卖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上瘾 上网拍卖出售就像买东西一样 非常有可能会让人家上瘾 尤其是你掌握拍卖技巧之后 你认为你可以从这些物品中赚到钱 拍卖对你来说就会变得开始有一点着迷 不知不觉你会去整理那些不需要整理的东西 或是你正在使用的物品 以便让你出售然后从中获利 但是你不小心卖掉你正在使用的东西 之后就要再去买一个 这样子做根本就没有意义 不要养成这种习惯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就不要去养成他 另外在你上网拍卖的时候 也会看到你其他想要购买的东西 如果你的脑波很弱 这么做就会让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 不要接收到这些讯息 就不会有错误的消费 第五个原因 它会导致更多的混乱 整理过的朋友 你一定非常清楚 当你花了好几个小时 甚至是好几天的时间 把你的房间整理好 让每一个物品都安排固定摆放的位置 你会觉得这个空间开始让你觉得平静放松 如果你尝试把一大堆舍弃的物品上网拍卖掉 但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才能完成出售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这段时间这些物品非常有可能被你放回衣柜柜柜 甚至是储藏室 继续摆放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 一直到你把它们拍卖掉为止 非常有可能就会被你遗忘 结果你下次要整理的时候 就要再处理这些物品 人生嘛 干嘛这么累呢 以上是你不应该拍卖的五个原因 一开始整理的时候 你一定会清出大量的物品 如果每一件东西都要上网拍卖 那真的是太累人了 经过几次整理之后 你淘汰的物品会慢慢减少 而且它们的品质还算不错 有值得被拍卖的价值 你自己也不会把这些带处理的物品 一直堆放在家中 那这时候上网拍卖会是其中一个选择方式 现在整理的物品 我也会在我的IG上面询问是否有人需要 请对方支付油资或是些许的金额 再把物品寄送过去 这么做不是为了要从中赚取获利 而是要把物品转移到需要的人手中 影片到了这个阶段 我想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我不反对把物品上网拍卖 只是有一些物品可能不值得你花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去处理 如果觉得可惜 那就请你深刻记住你曾经犯过的错误 完成整理之后呢 就把那些有用又可以帮助他人的物品送到相关的单位 希望你可以彻底摆脱所有的物品和困扰 在影片的说明栏也有免费的线上课程 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会跟大家分享整理的相关知识与关键 你可以点击下方说明文的链接输入折扣码 你就可以免费参加课程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by bwd6